我是老弟 一次意外 我变成了蚂蚁大小 我要在这边花园 努力地生存下去 天终于亮了 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 现在是上午的9点45 我身体状态还算很好 不过只是我的身体变小了 像个蚂蚁一样 你瞧 前面的蘑菇在我面前 就像一把大伞 这下面有一些小蘑菇 前面有个活物 好像是一只小蜘蛛 这个小家伙倒是蛮凶的 不过凭拳头我应该能打过它 搞定 不好意思啦小家伙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嘛 但是这周围会不会有大蜘蛛啊 我得小心一点 把这些蘑菇摘起来 以后可以当做食物来吃 瞧 这边植物上还怕着一个小屁虫 小家伙给它两拳 现在身体变小了 这些东西都可以当做食物来吃 我的小天才手表 能够实时地反馈我的身体状况 诶 这 这不是小蚂蚁吗 这地上有石头 捡起一块来防身 如果遇到蚂蚁偷袭咱们 咱们可以奋力反击 不管怎么说 我得保证自己活下去才行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任务 咱们就要探索一下周围的情况 找一个小住所吧 发现一个白色的小屋 这个屋子 怎么看起来这么熟悉 是实验台 我之前见过的 把东西放在上面 可以分析这些东西 然后咱们就可以制作更多的新鲜工具 这个实验台怎么也变小了 难道是触碰了什么机关吗 不管了 还是去前面再探索一下 瞧我发现了什么 一个白色的房子 不过出乎我意料的是 这个并不是房子 好像是一个游戏机 里边是一些电气元件 哇 原来变小之后 这里边的结构是这样的 真是奇妙 诶 这是什么东西 是蚂蚁 蚂蚁把东西搬了进来 难不成这里是它的家 糟了 被它盯上了 躲到这个元气件后面 哇 紧追不舍 还好我手里拿着石头 可以当作武器 把它们击退 占领这里 然后今天晚上我就有房子住了 打跑一只 小家伙别挣扎了 你也跟它去吧 另外一只也被我打跑了 从外面出去 爬上这个树叶 看看这个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 诶 是小苍蝇 你这个小家伙大眼怪 不过可爱的它被我打跑了 原来是长成这个样子 从这边可以搭着树叶上去 一会儿再去上面瞧瞧 这边有个虫子 好像是一只七星条虫 走近一看 它身上好像不是七个斑点 应该是害虫 现在咱们手里 没有什么趁手的武器 所以啊 先尽量不要和它纠缠起来 哇 这该死的小苍蝇 一定要胖揍你一顿 其实这个蚂蚁还是比较温顺的 如果不挑逗它的话 应该它也不会主动攻击的 哎呀 好累啊 身上都串了 现在艳阳高照 去上面瞧瞧 这三个柱子 好像是一个发射装置 这边有些开关 这个指示灯还在亮 说明这个机器还通着电 会不会这个机器和我变大变小有关呢 难不成我想要变回正常人 需要利用这个机器 哇 这个七星标虫 不 是害虫 它身上只有三四个斑点 还是和七星标虫 有一定区别的 是两个物种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也没办法明变是非了 哎呀 我有些口渴了 找一些食物 还有水源 我现在唯一的打算 就是找到装置 把自己变为正常人 然后找到食物 和水源 生存下去 哎 这上面好像有个水滴 伙伴们 有什么好办法 能把这个水珠给打下来吗